五岁那年 我跟喜欢看奥特曼的金圈大少爷几名羊说 世上没有光 他当场暴哭 然后追了我十几年 金圈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人 大家都认识 感情也都差不多 但是有两人是例外 不是爱的例外 是恨的例外 那就是我和几名羊 五岁那年 他喜欢看奥特曼 每天嘴里喊着永远相信光 其实他喊就喊 也没什么 毕竟我当时还爱看小猪佩奇 但他每天都喊 连吃个饭都闹腾 某天我忍不住了 女士同为五岁的 我对他冷漠地说 世上没有光 他当场暴哭 然后追了我十几年 为了追我 他每次都跟我读一个学校做同桌 甚至将他女神的隔壁宝座拱手让人 直到他十七岁了 还在追问我 宋母 我就问你相不相信光 我低头写着试卷 面色如常回他 心心心 如果是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人 肯定觉得我俩是傻逼 但我已经放弃挣扎了 丢脸就丢脸吧 见我正低头奋笔记书 紧一样凑了过来 问我 在教室里充斥着几名阳借试卷的声音 等他借其试卷 气喘吁吁回来开始画符时 我轻笑一声开口 这个时候 怎么不让你的光来帮忙了 他立马一本正经回我 人家母语是日文 看不懂中文 哦 我的母语是无语 最后几名阳成功在大课间交起作业 在抄完那课 他长舒了一口气 又恢复画廊本体 抄得我手都快在试卷上摩擦声热了 说完将手给我 你看看都红了 嘖嘖嘖 我的大白手哦 一边说一边惋惜 有时候跟他做同桌真的挺无助的 我正想着怎么回他 又听见他说 写完作业咯 必须奖励自己吃点零食 而后身旁又空了 完全不管我要说什么 我面无表情看着他离开 发誓下次再理他我就是傻逼 我是傻逼 我道歉 我没忍住破功了 但这是谁来都 TEM忍不了啊 就在刚刚 几名阳去零售店买了包糖给我 我没当场吃 说让他放难 他立马打开包装 从里面拿了一颗塞进嘴里 到这一切正常 下一秒 好吃的脸 真好吃 三句话八百个动作 三千个表情 边说还边把头凑过来 要多欠有多欠 我 几名阳 你现在就给我拔 被我打了一顿的几名阳 终于安静了 他捂着自己的手臂 满脸可怜兮兮 他掏出下杰克的书房的桌上 边打开书边吐槽我 那么凶干嘛 就是替你吃磕糖 给你表演下什么味道而已 都要给你打 真的是 那么凶 以后肯定找不到男朋友 我冷哼一声 不劳记少爷担心 找不到也不会让你当男朋友 他文言立马摇头回我 我不信 一边说一边将椅子 往远离我的方向挪 我接接实实翻了个白眼给他 告诉他 比起担心我有没有男朋友 还是建议几少爷 多关心关心自己的智商 毕竟对象这是还有救 智商这是没救 我原本是想对他 让他好好闭嘴的 结果他一听来劲了 把椅子挪了回来 看着我认真开口 这万一我错过了 医生说没问题 我听到好奇心被吊了起来 没忍住问他 多少 二百五 他还贴心的 用手给我比了个二和五 哦 我笑了笑毁他 挺好的 挺好的 你智商这么高 伯父伯母应该不用担心你了 你可以劝他们要个二胎 毕竟趁现在重开 还来得及 我难以想象 这家以后那么大的家业 交到他手里能有多少 他文言 眼前一亮看着我说 哎 你怎么我老爸老妈 打算是二胎了 我端起假笑毁他 猜的 他立马竖起拇指夸我 牛 不愧是跟我一样相信光的人 我 呵呵 毁灭吧 不是年纪前二十 跟他对学习的信守年来不一样 我花在学习的时间比他多 但成绩跟他不相上下 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他 什么都有 放学后 我伸手开始整理课桌 锦明杨直接伸手按住我 我一脸茫然 抬头问他 干嘛 他对我笑了笑 讨好的说道 我今天值日 能不能等我一起走 我点点头 行 其实我原来也没打算那么快走 可以收拾一下桌面 顺便将今天的试卷收拾一下 整理完桌面后 我还是坐着没挪动 开始写作业 半个小时后 隔壁终于传来了声响 好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我呜了一声开始收拾 秋末的傍晚还有些炎热 但微风时不时吹来也令人惬意 我深呼吸一口气 闭上眼慢慢地感受这个寂静时刻 下一秒 咚 我的鼻子结结实实撞到了什么 我吃痛睁开眼 就看到锦明杨笑得一脸欠扁 哈哈 让你不好好走路 锦明杨 你 我揍他的手才刚刚伸出去 他一个转身就跑了 边跑还边挑衅我 宋慕 是你自己没好好走路的哈 不关我的事 我立马对他 你放屁 我哪里没好好走路了 这路上这么宽 就我们两个人 明明是你故意过来读我 他听完直接点头 是啊 就是故意读你 你来打我呀 略略略 说完一溜烟跑得飞快 我对此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只想说 有病 等一下他最好是能别给我抓到 丢下我自己跑路 十分钟后 我在门口看到了锦明杨 我二一笑问他 季少爷 还跑吗 他对我讨好笑了笑 替我打开车门说 宋小姐能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说完还比了个情的手势 我笑着坐进去 冷不丁给他肩膀买了一锤 让他没事老挑衅我 锦明杨送我到家门口的那条马路 是已经是七点了 我下车后 他摇下车窗对我说 明天见 天天你相信光 明天你也要相信光哦 笑得无比欠点 我 行 我信我信 一天天跟红小朋友一样 得到了我的肯定回答后 锦明杨的麦巴赫扬长而去 我转身往家走去 站在家门口 我深吸一口气 而后推开门 一进门 老妈就问我 这么今晚那么晚回来 我随口回他 在教室学习了一会 只字不提几名杨 他听到对我点了点头说 学习固然重要 但你要记得 学习不是你唯一需要的条件 你以后在这个圈子里 除了要有好看的学历外 还要有一个好看的外表和身材 要多培养气质 我听着 默不作声 他又说 明晚记得早点回来 你谢叔叔办了个晚会 记得去参加 我闻眼忍不住皱眉 我能不能不去 那些人 我一个都不认识 他听到 开始给我讲道理 就是因为你不认识 所以你才更应该去 你知不知道 现在多认识一个人 以后你就多一条人脉 我不满回他 但那些都是老爸的熟人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话落 他身体一顿 陈生跟我讲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 你只管去就好 说完 不管我是否答应 直接起身离开 从头到尾 没有关心过我吃晚饭了吗 我沉默着回房 房间里漆黑一片 我躺在床上 任由漆黑将我包围 身心只觉得疲惫 我不止一次地想 如果能没来 这个世界多好啊 我就不用作为 他交易的筹码了 哪怕变成一只鸟都好 至少可以选择 自己飞往哪一片天空 而不是连自己的交往 对象都没得选 叮咚 手机突然响起的提示音 将我的思绪拉回 我猜是几名羊 拿起手机 屏幕显示 信息来者果然是 几二哈 我滑开夜面点进去 几二哈 今日安全抵达目的地 还请长官放心 我 嗯 他秒回 请问长官 明日有什么任务安排 我想了想 逗他发了句 明日长官不想去学校 你别来 刚发出去 手机立马响起一阵铃声 在寂静的房间里 显得极其突兀 又猝不及防 我赶紧接通 问他 你做什么 吓我一跳 他回我 就想问问 为什么我明天不能去接你吗 你是不是找别人接你去了 我跟你说 这金圈里 还没有我几名羊 看上了不能干的活 你让那小子闪一边去 接你上下学 这是我来 我一句没答 他叨叨着 文言 我忍不住笑了 他立马问我 你笑什么 你该不会不让我去吧 我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 我刚刚逗你的 我明天还是会去上课的 他 哦 那就行 你别忘了 你明天还要给我答案的 我 嗯 我相信光 说完我就挂断电话 其实我也想像几名羊一样傻 无条件相信光的存在 可惜这世上根本没有光 我关上手机屏幕 房间又是漆黑一片 第二天 我在转角看到了准时出现的几名羊 一见面 他就笑得跟个傻子一样 双手还背后 我如同往常一样 走到他面前 正要开车门 下一秒 一双骨节分明的手 撑在车门上 再抬头 几名眼嘴里叼了一朵 一朵向日葵 整朵向日葵 将他的脸挡得炎炎实实 一瞬间 我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 而他 用手爬拉开向日葵的花瓣 对我说 这小姐能否邀请你坐我的车 行 我忍着笑一回他 而后 他开始要替我开车门 结果因为根本看不见 他摸索了半天 根本没摸到门把手在哪 最后 我伸手拉过他的手 放到上脸 笑着告诉他 在这 他拿下花 甘笑两声 哈哈 好像丢脸了 我笑着摇头说没有 然后他在我面前拉开了车门 再看到车座一瞬间 我愣住了 一大树向日葵放在里面 看起来生机昂然 回头看他 他剥了剥 他不存在的刘海对我说 我几艘送东西 会那么寒酸送一个 我闻言 露出一个微笑 认真对他说 谢了 他的脸微微变红 回我说 没事 能让宋小姐为我一笑 是我的荣幸 就是 我昨天游戏打嗨了 没写作业 能不能等一下 借我抄抄 马上笑得见兮兮 我见此一顿 惨了 我也没写 他满脸震惊看我 真的 我 假的 他马上一脸无语地看着我 宋怒 说我很开心是吧 我点头 嗯 毕竟就我一个人敢耍己少 他闻言回我 切 那是因为本少爷给你偏爱 说话的语气漫不经心 像是随口 可我的心 却像被什么撞了一下 傍晚放学 锦尼阳如往常一样 将我送回家 我换了身礼服就去现场 没想到在门口 碰到了一些西装的锦尼阳 四目相对间 我们两个都先是诧异 而后相视一笑 我对他解释了来由 他对我伸出了个请的手势问我 这位漂亮的小姐 请问我是否有荣幸邀请你 成为我今晚的女伴 我点头 荣幸之志 锦尼阳的出现 缓解了我的难堪 因为今晚我来 根本没有邀请函 而老妈只是让我去找 入口处服务员说清楚 她宁愿让我当着 那么多人的面难堪 也不愿意自己去找 谢叔叔说一声 要拉下脸面的是 她从来只会让我做 我收回思绪 比了李裙摆 跟着几名羊往里面走 有了几名羊坐靠 我轻而易举就进入了场内 但我根本不知道 来了能做什么 寻找人脉 根本不可能 在场没一个人是我认识的 也没一个人知道我是谁 我随几名羊进门后 不少人跟她打招呼 眼神微微落到我身上 问她 明羊 这位是 她 这是我同班同学 我找来陪我一起参加 他们文言点了点头 根本没有与我聊天的欲望 最多就是大胆点调侃 我是几名羊的女朋友 没人想打听我的出身 直到来了位中年男人 她看了我一眼 笑着说 小木也来了 许是没想到 我会没有邀请都来 我干大点头 几名羊笑了一声回她 原来谢伯父和宋的同学认识 她是我同班同学 我怕太无聊 拉来陪我 她文言 笑得一脸慈祥 什么同班同学 小木肯定是你女朋友 你以前从来不带人 参加这种东西 几名羊听到赶紧否认 谢叔叔 你别瞎乱说啊 我还在上学 这时候谈恋爱算早恋 我老爸老妈知道了 要打死我的 谢叔叔听完哈哈大笑 你爸妈就你一个宝贝儿子 哪里舍得 两人又聊了一会 我站在旁边像一团空气 无人理会 过了会后 几名羊说要离开一会 谢叔叔没拦着她 她拉了我就往角落躲去 在角落里 她扯了扯领带说 难受 这玩意勒死了 还不如笑服穿着舒服 我回道 笑服可没这个穿着好看 为了你的帅气你就忍忍吧 她文言 一脸兴奋地转过头问我 你真觉得帅 我诚实点了点头 今晚的她 穿上西装多了几分慵懒 没有平时的傻里傻气 我夸道 确实帅 她立马拿手撩了下头发 那是自然 我是谁 我跟你说 就我今天这套 我觉得我穿的都能原地出道了 我硬喝点点头 她又说 哎 不知道今晚又要收获多少小迷妹 愁啊 太帅也是一种烦恼 话落又撩了一下头发 这次我没硬喝了 轻笑一声毁她 确实帅得人模狗样 她迅速摆了我一眼 宋慕你就是 酸我这样帅气的男人 不是你男朋友 我点头是酸死了 酸的牙都掉了 不知道是谁 因为我说一句没有光就 话还没说完 她直接捂住我的嘴 咬牙切齿开口 宋慕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脸吗 今天我好不容易穿这么正式 我伸手比了OK手势 她看着我谨慎放开手 我 没有光 她立马又无我的嘴 这次说 今晚你别想再说话了 从此刻开始 我宣布我带来个哑巴女伴 我和几名羊在角落闹了半天后 她才想起来问我 你今晚不是带了任务来的吗 我随意回她 无所谓了 反正也不是我要的 她又问 其实我不是很懂 阿姨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圈里该认识总会介绍认识的 阿姨何必上改着要你来 我 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圈里的 我抬头看着眼前的人来人往 身心俱疲 锦麟羊看不懂为什么 我也看不懂为什么 这么久了 我依旧不知道 她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她的努力在别人眼里 不过是个小丑在逗笑别人而已 一个有两套房的人 试图挤进他们的圈子 对他们来世 就像是看一个笑话 她当年在工厂打工 遇到了我爸 靠身材和颜值 跟我爸有了第一次 然后成功怀上我 又凭了肚子里的我 成功成为我爸的第三任妻子 以为从此摆脱了被人看低的日子 然而我爸管不住下半身 每一年就出去找了小三 还给小三买了套房 他受不了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每天都闹 闹到我爸提出离婚 将他赶出去 虽然他最后成功拿了两套房 可比起之前当少奶奶的日子 完全天差地别 所以他将希望寄托于我身上 要我嫁个富家公子哥 让他重回过去 可他从来没想过 嫁进去被离婚的女人 从来不会被看作里面的一份子 在里面 要么靠男人说话 要么靠自己实力说话 而他一无所有 我说完 几名羊一阵沉默 最后回我 没事 一切都会过去的 其实这话对我来说苍白又无力 因为我从小就在这句话中长大 老妈总是告诉我 只要我嫁进豪门了 如今被看不起的日子 就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可我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一定要进去 现在这样很差吗 他说 现在这样的日子 根本算不上生活 你知道当年你爸带我去那种 高档餐厅吃饭的感觉吗 所有人都低声下气服务你 我出生在这种家庭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应尽的责任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笑了声 将手里谨慎的橙汁一饮而尽 我以为几名羊听完会觉得我没出息 不为自己争取权利 结果他问我 你作业写完没 我 啊 他掏出手机 啊什么呀 作业写不完啦 然后就打开手机相册里的作业截图 我们两个在宴会现场写作业 宴会结束 几名羊将我送了回去 他笑着跟我挥了挥手 说 同桌 麻烦你把剩下的作业写完哈 我等一下回去打游戏 明天就有劳你了 笑得一脸欠点 我摆摆手 行 看在他今晚帮我的份上 我就勉为欺难帮一回吧 只是回到家 我又要开始扯谎言了 如果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与老妈还是能好好相处的 只可惜 他可能爱钱胜过了爱我 也可能爱钱跟爱我一样 在这个周六 我的18岁生日要来了 每年 只有生日的时候 他才会无条件容忍我 无论我许什么愿望 都可以尽可能为我实现一下 哪怕只是一下 所以我无比期待 我期待我能在他面前许愿跟他说 妈妈 我以后努力赚钱 我们不要再纠结着爸爸的过去好不好 即使他可能当场拒绝我 但他至少会认真考虑 我无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直到他告诉我 谢叔叔的儿子谢萱回国了 我给你们两个约了见面 你记得去 我文言愣在原地 但是 妈 我这周六 你这周六有什么事情都先放放 见面重要 可谢叔叔他儿子都已经离婚了 你儿都 他 那也不关你的事 他收回放在我身上的眼神 低头略带抱歉开口 我知道 这对你不公平 但是 谢萱是谢叔叔唯一的孩子 你哪怕只是跟他谈谈恋爱 多认识一些人都好 如果你能生下一个男孩 他们谢家的家产 我知道了 你不用说了 我冷声开口打断他的话 压下心理的委屈 沉默回房 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你吃晚饭了没 我默不作声地关上门 周六当天 我按时被妈妈叫醒 我麻木地将睡衣换下 刷牙洗漱一番 在楼下简单车顿 早餐就等着那些公子来 像个提线木偶 坐了一会 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 顾阿姨 我来接木木了 我硬声抬头 看到对方看向我时 眼里的惊喜 是啊 乃能不惊喜 七八条的抹胸裙 我神色淡淡起身 妈妈高兴地 将我拉到他身边说 小萱 好久不见 今天木木就交给你了 母亲拉过我的手 放到了谢萱的手里 看向她的眼神中 止不住的高兴 谢萱笑了一下 握住我的手 回她 好的 顾阿姨 我们走了 然后带着我离开 妈妈在身后挥手 嗯 玩得开心 一出门 谢萱就松开我的手 直接摟过我的腰间 她问我 想去哪里玩 我下意识正拖 随意 萱哥看着挑 她看了我一眼 笑了一声回我 你们小女孩子 应该都喜欢去游乐场什么的 手没再揽住我的腰 我点头嗡了一声算回应 反正去哪里都一样 我面无表情 跟着谢萱离开 车窗外 闪着我熟悉的一幕幕 没多久 谢萱的车停在了游乐场门口 她关了车门 自顾自地搂过我往里面走 走了几步 就听到有人喊我 愤怒 我和谢萱一同回头看去 就见几明阳在身后诧异地 看着我们两个 一瞬间 我像是做了坏事 被人抓包一样 无地自容 我下意识正拖开谢萱的手 她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回头对几明阳笑笑 明阳 你怎么在这 几明阳回她 就随意走走 萱哥 你怎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回来了也没跟我说 早知道我就约你出来了 谢萱笑了笑 就这几天 刚刚回来没来得及找你 几明阳看了我一眼又问 萱哥怎么会和宋的同学在一起 谢萱牵住我的手笑道 顾阿姨让我带木木出来玩 我想正开 却发现动不了 几明阳的眼神 随着我的动作 停在了我和谢萱牵着的手上 我窘迫地低头 错开她的眼神 接着听见几明阳笑着对谢萱说 萱哥 我刚刚好想起来 有几道数学题不会做 没想到碰到你带宋的同学出来玩 碰都碰上了 萱哥 能不能今天就先将宋的同学借给我了 反正萱哥你身边又不缺他一个 而且改天玩也可以吧 听着像是在询问对方意见 实际上语气是在通知对方 谢萱抬头笑了笑回他 明阳有需要那当然可以 我不急这一天 木木 我们改天在一起出来玩 话落 看着我 我假装没听到 没理他 走到几明阳身旁 几明阳也没回答对方 牵了我的手直接走 离开谢萱后 几明阳脱下他的外套 披到我肩上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迅速别过头 天气冷 小心着凉 我点头 说了声谢了 他 我们两个谁跟谁啊 我笑了一声 算是回答 他牵着我的手 一言不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沉默不语 走了一段后 他问我 现在想去哪玩 我看了眼面前来来往往的人 不知道该去哪 或者说 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去 我回他 你想去哪 我都可以 他择了一声 对我一笑 那跟我走吧 等到时 我才知道他带我来了什么地方 他带我来的摩托车赛场 耳边是一阵阵轰鸣声 我大声问他 你带我来这做什么 他回我 带你感受速度与激情 以前心情不好 我就来这里 话落他笑得皮皮的 一瞬间 我觉得锦铃扬好像也不是傻大哥 我笑着应他好 他给了我一套护具 我穿戴好后 跨坐到他摩托车的后座上 下一秒 轰鸣声在耳边响起 我下意识伸手环抱住他的腰 他在前面开口 抱好了 我要开了 我 好 而后周围的景象迅速在眼前一一闪过 风声不绝于耳 我紧紧抱着锦铃扬 闭上眼 感受着风的声音和心跳声 震耳欲聋 咚咚咚 像是我的 又像是他的 半个小时后 我摘下护具 他笑着问我 什么感觉 我奄然一笑 很爽 很解压 他对我挑了挑眉 那是自然 我从来不骗你 话语里满是四亿雨潇洒 赛车结束后 我以为锦铃扬要送我回去了 他忽然问我 阿姨有说要你几点回去吗 我想了想 摇摇头 没有 我在外面发生了什么 也许他根本就不关心 锦铃扬听完什么都没说 又让我跟他去一个地方 我不已有他 跟着他去了 发现他将我带回了游乐场 我满脸疑惑 怎么又回来了 他比了个虚的手势 周围静悄悄一片 下一秒 砰 烟花在空中绽放 炸出满天心 我抬头愣住了 耳边传来少年四亿的声音 宋木 十八岁生日快乐 十八岁 我看着天上 炸出十八形状的烟花 心里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连母亲都忘了的事情 他还记得 我看着他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笑着问我 是不是很感动 我哽咽着 嘴硬回他 这么土的生日庆祝 也就只有你几少会了 他文言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这还土 这可是我自己一手策划的 你不知道 他们给我的方案 全是拉一塔车玫瑰花 或者拉横幅 那个才土好吧 他不满地回我 我笑着点头 那好吧 这样看来确实好点 他哼了一声催我 赶紧许一个愿望 我问道 没蛋糕蜡烛的 许什么愿望 他 你别管 你许就是了 行吧 那就给个面子 前前许一下 我闭上眼 双手交叉 十几秒后 他开口 吹蜡烛吧 我茫然睁开眼 他指了指天空 一抬头 一个蛋糕在天空 十几台无人机 果然 这直男浪漫 我刚想低头笑他 却看见了一个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蛋糕 正躺在他手心里 一瞬间 我觉得有什么 从心里流淌而过 结果他说 宋慕快吹蜡烛 不然等一下给风吹灭了 语气着急 边说还边用手挡住 原本还有些感动的 这下我没忍住 直接笑了出来 含着笑意出吹灭了蜡烛 蜡烛熄灭瞬间 我抬头看向他 他笑着 下一秒 抹了一块奶油 直接到我脸上 我的笑凝固在嘴边 几名羊 话落 闪光灯照我一脸 耳边还咔嚓一声 我赶紧就要伸手 去抢他手机 他将手机举高对我说 你最好别抓我 要不然等一下蛋糕就摔了 而且这张图片是美照 真的 没骗你 好看 一脸认真 我打亮着他的眼神 一秒 两秒 三秒 吐痴 他直接笑出了声 我就知道 几名羊 你最好给我看一眼 不然我就揍你 我喊着他 他迫于我威严 最后还是将手机给了我 我伸手接过手机 看到照片那刻大毛空白 上面是他拍我许愿的照片 而图片里的无人机 摆成了一个皇冠 在我头顶上 他开口 就跟你说好看吧 我闻声缓过神来 将手机还给他说 没觉得好看 他笑着回我 我才不信 我继续嘴硬 假的图片有什么好看的 他问了一句 那真的就好看 我点头 当然是真的好看 那这样可以了吧 宋小姐 他笑着 从身后给我拿了一个宏观 亮晶晶 跟公主头上戴的一样 即使我不是公主 也没有公主群 这一刻 我再也没忍住 哭了 气不成声 我一哭 他就开始手忙脚乱 喊道 别太戏了 赶紧过来帮忙 拿纸巾 快 一瞬间 周围涌了一堆人 他将东西放到别人手里 拿过纸巾 开始给我擦泪 他边擦边开口 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快别哭了 我心疼 虽然我知道我比较有才 这个生日处处是惊喜 但你也别太感动啊 哎呀 你这样 我会误以为你喜欢我的 语气要多欠有多欠 我当即就给他一锤 抽抽耶耶回他 什么给你感动哭了 是被你吐哭了好不好 而且这么多人 我不要面子 我抽气着 又给他一锤子 他闻言 使了实眼色 人又散去 只是别人一边跑 紧密扬一边喊 等一下 把蛋糕放下 还有那个宏观 于是人又匆匆忙忙赶回来 放下东西一溜烟的不见 我再次破涕微笑 紧密扬嘟嚷嚷着 原来打算的好好的 到你哭那里就完美结束了 后面一通手忙脚乱的好丢脸 跟我预计的不一样 我笑着开口 没关系 他 但还是感觉不好 语气听起来有点闷闷不乐 在紧密扬拿出那个皇冠的一瞬间 我其实想对他说 紧密扬 你带我走吧 去哪都好 可是他也是一个学生 他也有自己的家 他能带我去哪 我这样的人 还是别去破坏他的幸福了 我大梦出行 又回到那座房子 一进门 妈妈就问我 去哪了 语气不咸不淡 我回答 你不是知道吗 他冷眼看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 小萱跟我说了 你被同学带走了 我点头 是 所以你想问什么 他突然冷声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和紧密扬关系那么好 你居然从来不告诉我 你知道技家意味着什么吗 谢家在技家面前 都要靠边站 你既然认识紧密扬 你早告诉我 我就不用给你介绍别人了 差点就亏你 你知不知道 语气愤愤不平 旁说我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可明明是他自己 要将我所有的人际关系 划分为有用和没用 我以为我能接受他的想法 可我现在发现 我不能 我憋着眼眶里的眼泪问他 妈妈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吗 他脸上冷峻的表情 迅速变成错愕 他今天一整天都没想起来 反正已经过了 我也不在乎你 记不记得了 我忍不住笑了一声 不知道是在笑自己 还是在笑他 很快 他的表情又恢复如初 他轻声开口 小木 今天你生日 我没想起来 是我的错 但妈妈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们的未来 你要等妈妈 目光真知恳切 可我想问 为了我们的未来 什么未来 你又做了什么 你只是知道了某件事 告诉我一声 就要去我去做的 谢叔叔的宴会 你明明没有请帖 却要我自己进去 要我去当场找谢叔叔 为什么你不能提前 找谢叔叔说一声呢 为什么呢 他 我这是为了锻炼 你的交际能力 你要知道 以后不是每一次的 高级宴会 你都有机会进场 你就是要通过自己的 可这个宴会 我们是非去不可吗 我再也忍不住对他大喊 我们不能不去嘛 我们现在明明也能过呀 为什么非要去参加 什么高级宴会 为什么呀 眼泪绝滴 眼前的场景变得模糊 他也对我吼 为什么 因为这种生活 不是你和我该过的 你懂不懂 你有一个那么有钱的父亲 为什么要自甘堕落 去过平凡的生活 你明明可以过 把别人照之急来 挥之急去 却要低声下气的 去给别人打工 你明明只需靠人脉和外表 就可以轻而易举 获得别人奋斗 一辈子所得不到的 为什么不去做 我 包括将我作为一个赚钱工具 也必须做 他顿了一下对我解释 也不是赚钱工具 就是必要的手段而已 这有什么问题吗 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 而我知道 我们两个已经再也聊不下去 我摇摇头 一言不发转身 他还在身后追问 宋木 你该不会觉得 我这样做有问题吧 你十几年的富有生活 你以为谁给你的 你妈我当初就是这样做的 等到你这就 碰 去想的关门声 是我能给他的唯一答案 我靠在门后 气不成声 其实我和妈妈吵了一架 但他还是好生好色地对我 甚至在我周一上学那天早起 主动给我做了早餐 我以为他已经醒悟了 但他开口第一句 我知道你现在不理解妈妈 但是没关系 只要你乖乖按照妈妈的话去做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 会感谢我的 吃完早餐赶紧去上课 我还准备了一份给明阳 你带过去给他 他说着 将桌上的保温袋 往我方向推了推 我沉默着吃了几口 提起保温袋就走 到了拐角 我将早餐递给几名阳 他看我一眼 笑得一脸渐渐地开口 宋木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早餐 我回他 我妈让我带的 他文言笑得更欠点 阿姨都知道我和你关系好啊 那就怪不好意思的 说完 还捂着自己的脸 摇头晃脑 我将手一把按在他脸上 告诉他 他不是知道我跟你关系好 他是要我拿下你 话落 对面的男人冷了几秒 眼神从震惊到害羞 他轻渴几声 一脸期待地看着我问 那你怎么说 我微微一笑 你想我怎么说 他不好意思低头 就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笑了笑回他 我跟他说不可能 他压了一声 立马抬头不解地看着我 为什么 我打开车门坐进去 随口回他 不告诉你 他也随之坐进来 看着我认真问 为什么 脸上的表情 是我没见过的严肃 一时间 我被他的眼神吓到 有些不知所措 他也反应过来 可能语气不对 迅速对我说 不可能就不可能咯 反正我已经拿下阿姨了 我才不在乎 语气极其轻快 他吹着口哨 拿着早餐 无比得意 看着他高兴的表情 那句 因为你是他所能挑选的人里 最好的堵在喉咙里 迟迟说不出口 告诉几名羊这件事 是对他的一种残忍 我深呼吸一口气 转头看向窗外 雲零零 一阵下课钟声响起 老实宣布下课 我立马趴到课桌上 几名羊见了 凑过来问我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看着无精打采的 我摇了摇头 没事 就是听课累了而已 话落 我将头转到另一个方向 结果被他用手板了回去 他对我说 对着我的方向 睡了我等一下方便提醒你 我 哦 然后又转了个方向 他责的一声 回我 算了 不转就算了 好心没好报 我也睡 而后就没了声响 我回头 睁开眼 就看到他睁着眼 一看到我转头 他就像计划得逞一样 一脸笑意 眼睛里落满星星 我一直在想 甚至只有像季家 那么和睦的家庭 才会养出几名羊这种大傻子 养出有星星眼的大傻子 算了 对我来说感慨也没什么意义 我叹了口气起身 几名羊立马问我 你去哪 我头也不回答他 去卫生间 他迅速起身 我也要去 我白了他一眼 我去女侧 他笑着打我 没事 我去男侧 我一天天的真是有病 随你 我回了他一句 转身就走 他很快就跟了上来 在耳边叨叨了一阵 在路口 我们分开进卫生间 我进厕所洗了个手就出来 而他还没出来 我也没等他 转身往学校的湖区走去 对我来说 现在待在室内动门的谎 寂静的湖区 到处是鸟鸣 我靠在湖边的栏杆上 深吸一口气 趴着放空自己 其实我跟湖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曾经试过跳湖自杀 后来发现那湖太浅了 没成功 当我一身湿漉漉的 在深夜回去时 母亲一把抱住了我 问我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那时候 我觉得妈妈应该还是很爱我的 只是有时候 她可能没照不到我的情绪而已 可现在 她已经不会跟当年一样了 出租的另一套房 根本不够支持她 每个月购买名牌包的支出 还有参加所谓的贵妇聚会 而父亲给她的钱快花完了 她需要钱 将我换成钱 我收回心绪 看风吹过湖面 吹起层层涟漪 现在已经冬出了 湖水还是温的 跳进去应该不冷 就是不知道这个湖有多深 我想着 将身体往前叹了叹 宋慕 身后突然传来的叫声 将我吓一跳 我身体一抖 下意识回头看去 一转头 就见几名羊朝我跑来 接着我就掉进她怀里 她气喘吁吁 紧紧抱着我不放手 我一脸茫然 她问我 宋慕你想做什么 我顿了顿 跟她说 没什么 她迅速回我 骗人 你是不是要自杀 声音哽咽 深埋于我心底的两个字 被她宣置于口 我推开她 开口解释 没有这回事 我不是 七岁那年你想跳壶 十岁那年你想跳楼 十二岁问我自杀痛不痛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她一字一句向我道来 看着我的眼神极度认真 我才知道 原来她不是没心没肺 也不是什么都不记得的大傻子 怪我太大意了 居然什么都跟她说 她认真的看着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远处事实想起了一阵上课灵 我迅速松了口气 笑笑对她说 我不会做傻事的 你放心 上课了 我先回去了 华洛转身离开 她跟在我身后 一言不发 一整天 我们相对无言 那些事情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特别是她 我不想她以为我的靠近 是出于妈妈的要求 我们两个是带着利益的交往 几名羊如同往常一样 送我回家 到家了 我推开门就要下车 几名羊忽然叫住我 宋慕 我们聊聊吧 我开门的手停了一下 直接推开门 下车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聊了 我背着书包 往房子的方向走去 身后传来一声 关车门的声音 我知道 她正站在我身后看着我 身后传来她的声音 宋慕 你相信光吗 不信 我从来不信 回到房子 妈妈就问我 今天怎么样 你们没有吵架吧 我边回房边回她 没有 下一秒 将她的声音隔绝在外 书包被我随意地甩至一旁 我躺在床上 闭上双眼 只觉得好累 好烦 好想死 手机却不安分 连对我几分钟独处的时间都不肯 没多久 叮咚一声 我烦躁地将她甩远 接着就响起一阵电话声 我不耐烦地拿过 发现来电显示是几名羊 纠结几下后 我没接 她的问题 我一个都回答不了 电话刚刚挂断 手机就跳出五六条信息 全是几名羊一个人 姐二哈 宋慕 我明天还去接你 你一定要来见我 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你要给我证明世界没有光 宋慕 我们能不能聊聊 哪怕五分钟就好 行不行 求你了 看着屏幕前她发的信息 我百感交集 最后我给她发去一条信息 好死不如赖活着 她秒回 就是就是 像我只想赖着你活 还发了一个撒娇的表情包 我回了她一个又的表情包 她没停 开始跟我斗徒 我知道她是在哄我 即便这样对我没什么用 她很努力地在治愈我 在我从未发现的细节里 以前我只觉得她傻 总是差可打混 现在想来 每次我不开心 她就很努力逗我 不过我开心 她就会对我 她明明都知道 只是我没发现而已 第二天 我满身疲惫地起床下楼 正准备去上课 却听到妈妈和人在聊天 听声音像是 几名羊 我难以置信地跑下楼 看到几名羊 正把妈妈逗得哈哈大笑 听到我下楼的脚步声 两人也同时回头 几名羊对我挑了挑眉 一脸得意 而妈妈对我实眼色 要我对几名羊表示一下 我强忍住上前 对几名羊一笑 你怎么来了 她起身对我说 来接你上课 说完还眨拔了一下眼睛 我笑着回她 这样啊 那你等我一下 而后 我拿了桌上的保温袋 拉着几名羊的手 就赶紧走了 多待一会 我都怕出意外 出了门 我回头看 发现妈妈还看着我们 我牵着几名羊的手 又走了一阵 一到拐角 我迅速松手 她还笑着问我 你跑那么快干嘛 后面又没狗追你 我文言瞪了她一眼 你知不知道刚刚多麻烦 她疑惑地看着我 哪来麻烦 我被她问住了 我怎么说 难道跟她说 我妈看你跟看金子一样 我叹口气 回她 我乱说的 你别管我 接着我就上车 她也一同坐进来 进来后就开口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妈妈现在是巴不得你跟我亲近 所以你觉得厌烦 又怕我因此有什么麻烦 你的顾忌我都知道 但我更担心 你捏着她来 会有什么危险她 给我制造的麻烦 最多就是在人前炫耀你和我的关系 但是对你就不一样了 她可能打你 骂你 或者给你找其他麻烦 就像谢轩一样 说出来的语气 云淡风轻 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认真 原来她都知道 我低下头 小声回她 我知道了 她笑了一声 立马接到 所以下次当着她面 手要牵就牵 想抱就抱 我牺牲自己的清白 舍己为人一回 你以后可得对我好点 笑得一脸见兮兮 我顿时翻了个白眼回敬她 爬开 我又没逼你 她 那好吧 那我就假装我自己上赶掉裙家 你看看到时候谁比较麻烦 我 锦明养你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白白手 懒得跟她争论 但锦明养所说的话 一句不假 因为她上门接我去上课 而且我还牵着她手出来 妈妈当即就传出去 我和季家公子感情多好多好 说我们两个就差在一起了 圈里的其他人一听 连带给我递的宴会邀约都多了 主要不是为了我 是希望我带锦明养过去 我不纯 肯定不去 可妈妈要逼我去 我立马回她 我约了锦明养出去 她不想去这种地方 她迅速闭嘴 让我们两个好好玩 这些都是我以前所没有的待遇 锦明养三个字 已经成了我的免死金牌 有了锦明养帮我 我的生活平静了很多 妈妈再没有给我找什么乱七八糟的男人 也没逼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 什么都依我 我深知自己的一切来源于锦明养 所以她18岁生日的时候我问她 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我尽量满足一下 她看了我很久 最后回我 算了 这个你给不了 我不服 追问她 你先告诉我 才能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她又看了我一眼 忽然伸手将我壁冬在墙上 行啊 你亲我一口 我就告诉你 一脸坏笑 我看着她皮皮欠揍的脸 毫不留情地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我推开她凑近的脸回她 几少 你是不是很会做饭 她茫然看着我 为什么这么问 我奄然一笑 因为很油 她顿时语色 收回手 边收手边回我 行吧 这就嫌弃我了 我没理她说什么 又问 你到底要什么 我可以为你准备的 真的 我认真的看着她 她看着我择了一声 两酒回我 先欠着吧 我以后再给你拿 说完就走 留下我一个人困惑 最后 我思来想去给她画了幅画 上面画着五岁的她 手里拿着奥特曼 佩子 你是光 她看到后直接笑出声 问我 宋母 你还记着呢 我笑道 那肯定要记呀 毕竟几少当了那么多人 当场爆哭 话音刚落 她立马将我拽到一旁 对我比了个虚的手势 宋小姐 今天我十八岁生日 孩子成年了 给孩子留点脸行不行 说完还做了个 拜托拜托的手势 我低头一笑 回她 行 明天再说 她听完无语看向我 就不能忘了这事吗 我摇头 很难 印象深刻 一生难忘 她 行吧 虽然不是什么好事 至少你记住了我了 也还行 她双手插兜 对我笑了下 转身离开 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久久无言 我的高中至我的大学 锦明阳一路为我保家护航 每次她来我家 妈妈都像看亲儿子一样看她 比对我还好 当锦明阳到法定结婚年龄时 妈妈就催着我去找她领证 我怎么说她都逼我去 最后还是锦明阳告诉她 阿姨 大学一毕业就要继承家产 而我一毕业要开始找工作 会像她一样富有的人打工 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所以大学毕业当晚 我特意叫了她出来聊聊 我到餐厅时 看到了已经到了的锦明阳 她依旧体现着她的身世风度 替我拉开椅子 我说了句谢谢 她回我 都这么多年了 还这么客气 我笑了一声 还是客气点好 不然以后不习惯 她一顿 抬头问我 什么意思 我尽量保持平静回她 锦明阳我很感谢 你这么多年的帮忙 但是我现在毕业了 我妈妈也不能完全限制我了 我觉得某些事情 我可以自己处理好 她嘴角的笑意消失不见 直直地看着我 所以呢 我被她看得心慌 假装不在意 低头看菜单 所以我觉得 我们是时候分开了 说话间 我下意识拽紧手里的菜单 她开口 宋母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语气里 是我从没有感受过的严肃 以前她只会对别人这样 我深呼吸一口气 抬头看着她 一字一句告诉她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分开了 话落 我匆匆低头 她在对面沉默了两酒 最后回我 我18岁的礼物还费拿吗 我点头 可以 毕竟欠你的 她直接回我 行 那吃完饭走吧 我应她好 然而吃完饭 我才知道她要的礼物是什么 她要我 面对她略带轻略的吻 我沉默着 任由她发泄情绪 我了解她 她了解我 我们对彼此太了解了 她知道我不会推开她 而我知道她想要的不绝于此 所以我们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离开的时候 她只问我 你要几年时间 我低声回她 我不知道 我没办法告诉你 我要能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旁 要别人听到我名字的第一反应是宋小姐 而不是脱孔而出几名羊女朋友 这件事要做到 我不知道该几年 我不能做一个看不到的承诺 她呼了一口气 回我 那我就等 而后转身离开 将我谨慎的一点温情带走 后来 我和几名羊分开的事情被妈妈知道了 她骂了我一顿 重新给我找很多宴会邀约和男人 如果是18岁的我 我会哭着和她在闹 可现在我不会了 我只会默默地从里挑出我想要的 去参加 去认识 将自己包装起来 不断拉投资 拉客户 和几名羊假装分手后体面的情侣 在众人打量的目光中碰杯笑道 好久不见 实际上 宴会开始前 我刚刚把她的西装弄乱 而宴会结束后 她将醉得不省人事的我 带回她的金丝屋 成年人就是一边克制 一边沉溺 时不时溺水挣扎 又时不时任由自己坠落 最后 我成功将自己混成 一位年轻的女总 身价过异 这年我32岁 在庆祝会上 她举着红酒杯笑着对我说 宋总 前途无量 我回敬她 几少 别来无恙 散会后 她又把我带了回去 只是这次我是清醒的 一进门 她就将我压在门上 沉声问我 现在行不行 我伸手揽住她的脖子 在她耳边轻吐一口气 小声开口 几少觉得行就行 她轻笑了一声 伸手将我抱去卧室 她等了十年 第二天一醒 几名羊拉着我 火速去领个证 我笑她 你就这么怕我跑了 她回我 那不然 现在你可不是18岁了 18岁时 你还会在我怀里哭 现在你要是哪天 看上的小白脸 一伸脚就能把我踹了 我文言 忍不住笑出了声 问道 有那么夸张 她也笑着看我 哪里没有 你现在可是宋总 我哪还能帮你 还得靠你帮我 我 那你在家当个家庭主夫 我出门赚钱养家 她摇头 那不行 万一哪天你真看上别人 求会议事上 几名羊没有准备 一长段的宣誓词 也没有一堆肉麻的话 什么都没有 她单膝跪地 拿着钻戒指问我 宋木 你相信世上有光吗 我眼眶含泪 点头回她 信 我信 五岁那年一句 世上没有光和世上有光 将我们两个的一生 变成一条线 谁也不能从对方的世界抽离 而你让我相信光 因为你就是我的光